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电影界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李汉祥回来了 八年前身为邵氏众臣的李汉祥导演 在步入事业巅峰的同事 被死罪头电贸陷害 唯有带着一班手足 去到台湾另起牢座 早建国务 但由于经营不舍 加上邵逸夫的打压 电贸老板陆韵涛与凶难 令到李汉祥的国务 最终是倒闭收场 而他自己更加被台湾政府监控 无奈之下 唯有辗转东京避走香港 回到香港 李汉祥很快就和邵逸夫冰式前业 重新回到邵氏继续他的导演生意 但是所谓一山不能藏而苦 李汉祥重返邵氏 令到同样扬名邵氏的大道 李汉祥和张切深受威胁 没多久就更带着他的张家班 远赴台湾闯立长弓 于是坊间就盛传 李汉祥逼走张切的说法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导演 李汉祥和张切 究竟有着怎样的瓜葛和恩怨呢 一个是黄梅调电影的宗师 一个是武俠动作电影的开三秘组 一个追求大戏为美 一个演绎缺声暴力 两位重量级导演 明争暗斗几十年 继续收看李汉祥与张切 李汉祥和张切是哪一个 如果问现在年轻一辈 估计十之八九都会零零头 甚至连一些影声艺人 对他们都不会太过形式 比如港星梁泳祺 就曾经骂过 以为李汉祥是内地导演的笑话 不过由于2005年 《天影娱乐》陆续推出了几百部 《笑事》旧电影的DVD 李汉祥和张切 很多的介作都重新面世 而且反应非常热烈 销量很好 可以说《笑事》称霸香港影坛20年 大导演李汉祥和张切 真是功不可没 李汉祥是港台黄梅调电影的宗师 《风月片》的鼻祖 《雕蟾》令李汉祥一战成名 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导演 也让《笑事》兄弟立运香港 第二年的《江山里人》再下一城 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影片 1963年 李汉祥执导的梁三百与触音台 更加在台湾上画三个月 累积一百万台币电影票房 带起了《黄梅调电影》的潮流 但是其实李汉祥最令人 津津乐道的其实是《清宫片》 李汉祥用了很多心机去制作的 《清宫历史传奇》 《倾国倾城》 和逐集《迎台一血》 电影的气势和细致度 更加一度震惊北京高层 促成了李汉祥后来和内地合拍 港水英法联军 侵略中国的历史串调图 火烧《袁明园》 和描述《慈禧法迹》的《瑞廉听证》 二今爵士有几句话 请你们转告公秦王爷 转告大清国的大皇帝 我要收回他的新功 《与世文明》的《万元之源》的《圆明园》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 火烧《圆明园》和《瑞廉听证》 都是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 而在当年更加大受欢迎 不单在内地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特别奖 同时也奪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主导两个奖 《与世文明园》 就在香港满城都是黄梅调《风月片》的时候 和李汗祥这种阴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导演 横空出世 他导演的片更将少说向前推了一大步 从《蠟燭香光》到《青霸影坛》发展 这就是张浅和他的《阳光电影》 张浅是香港新武俠电影的宗司 他的电影几乎无所谓的仪女思情 连女性角色都是少之有少 戏中的悲剧英雄往往死得悲壮 而且戏中流露着那种永不言败的信息 《悲情》《暴力》《血声》《判场大战》《死亡之母》 《报仇》《十三太保》《马永禁》《刺马》等等的经典武俠片 都是张浅的代表作 王宇、王宇、狄龙、姜大卫、陈冠泰、傅升、李修盈等等 都是张浅的得意弟子 跟现在《非声》国际的大导演袁宇森 都是跟着张浅出道的 在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母学片》可以说是张浅的天下 作为同一个时期的顶级大导演 李翰祥和张浅都有同一个老板 就是邵逸夫 在同一屋线之下 照道理他们应该是朋友 至少都算是相处得不错的同事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是正正相反 张浅出名就脾气大 他的徒弟王宇回忆 各个工作人员都被张浅捞到死 电影一开拍就换了七八个副导演 到后来都没有人敢做这个副导演 找不到人了 另一位徒弟傅升也说过 他说老爸在片场真的很怵 破坏力十足 在他把导演凳放缘几米之内 生物可以被他捞云 而死物就被他弄坏 他说不断讲解剧情要求 个个都害怕了他 还不走吗 张浅火爆光烈的性格 就为他和李汉祥的九角埋下了腹笔 李汉祥美术出身 詩姓徐悲雄 他在香港成名的时候 张浅还是一个台湾来香港的落泊青年 但其实就在那时候 这两个人的恩怨已经开始了 一个是开疆功臣 一个是散兵 一个精彩的话题 一位飘向的咖啡 一份心灵的奇异 用西方思维描绘东方元素 唱谈热议古往今来 每天相约在这里 东边西边 1957年 在台湾政治圈发展不如意的张浅 受到女朋友李汉祥 是香港国泰女星的邀请 来到香港执布惹货 结果引来轩然大波 不单止国泰的一班导演 联合抵制张浅 李梅找台湾小白脸 做导演的留言 也铺天盖地 因为舆论的压力 张浅和李梅最终是要分手 初到香港的张浅 不单止入不了香港的电影圈 更加赔上了爱情和声明 为了尹城 张浅就在报纸上 以何观和沉思的笔名 来赚写影评 以男性的角度去统绩 当时阴柔的香港影坛空气 而他骂得最多 最辣的 就是以李汉祥为代表的邵氏 据旺语的回忆 张浅本来就是写影评 每天都骂邵氏电影 后来邵氏签了他做編剧 就跟张浅说 麻烦你不要再骂我们了 召善电影通过李汉祥等导演拍摄 王妙调风格的影片 逐节建立起江湖地位 但是王妙调都是由女星担大棋 像林黛、凌波、乐替这些女明星 相比之下 男明星就没什么地位 张浅初到香港正值歌舞片 王妙调轻盛之时 他没有徐波逐流 更加认为香港电影音游太重 不够阳光 认为要挽救香港电影 就必须以阳光破阴游 张浅当时没有人色 而李汉祥就是知名大导演 张浅在报章上 对李汉祥的电影严厉批评 李大道可谓感受甚深 不过也都是因为张浅的影评观点独到 文筆的厉厉 竟然引起了邵逸夫的关注 1962年 张浅加盟邵氏 起初是做编剧工作 那个时间正值是李汉祥最风光的时候 李汉祥和张浅做了同事之后 两人的交锋就更加直接 有一次由邵氏宣传经理周文败推荐 张浅帮李汉祥写了一个叫做一无前的剧本 可能那天撞正李汉祥心情不好 看完就一手扔到周文败的桌上 还说了一句 这也叫做剧本就掉头走了 可能被张浅骂得太多 所以李汉祥对这个新人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鼓励他 打击他 打击他 但李汉祥似乎忘记了 张浅还有在晚报写影评 结果可以想象到张浅自此就更加努力批判 对李汉祥的作品评价更加是不留余地 但这件事也都开始了李汉祥的文学生涯 美工出身的他也都开始向这间的晚报投稿了 很多年之后 李汉祥仍然落于写作 他的短文更加在《东方早报》连载了三年 最终出版了《三十年细说重头》 李汉祥这样写著 我推荐当时仍然以何冠为不名的张浅 他入了邵氏审悦剧本之后 就研究和筹备拍摄新式的武俠片 在言语之间 李汉祥并不是这么看好张浅 甚至是看不起他的武俠实验 李汉祥曾经这样描述张浅的武俠实验法 开始他招考了一群年轻人 恐武有力的年轻人 一上来就是三本铁公鸡 真刀真枪 拳拳到肉 所以这群年轻人 每天都是口肿面肿 个个伤害 后来一看拍出来的点 个人都呆住 全部镜头都是一字长射针 好像飞眼在天空剪刺排开一样 乱打一祸足 不是中景就是大雨景 似年轻人一被靠打 都不是办法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 张浅的武俠实验班 其实没有不了了之 李汉祥不下的那几位 打得口肿面肿的年轻人 就成为了张家班最初的班底 1967年 张浅的武俠电影《独臂都一出》 不单止令到他晉身顶级导演之列 还打破了当时香港电影《女尊男碑》的局面 开创之后 《男星》做主角的港产片主流趋势 但是张浅成名的同时 李汉祥就出走绍事 1963年 凭着梁山伯与《竹英台》这套电影 李汉祥步入了第一个电影事业的巅峰 功高盖主的心理 加上《地貌六运图》的暗中滑角 李汉祥单方面毁约出走台湾 令到邵逸夫大为震怒之鱼 亦都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 冒起的张家班张浅 就拍出了不少高票房的影片 令到邵逸夫挂上海 更加将他打造成邵氏首席大导演 张浅在邵逸的名望和地位一事无两 1970年 邵逸高层周文怀想自立户 关于这个人的去留 张浅给邵逸夫的意见是一个字 放 张浅通过正字 很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周文怀的态度 知己走迁斗 人情止半章 世事如其谷 先下首为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 我不走 但是都不会留你 其实在一年前 周文怀和张浅王宇 是约定了一起离开邵逸 但最后张浅反悔 不单止自己不走 还劝王宇留下 事后有知情者分析 张浅这样做 主要就是因为周文怀逃了之后 他就可以取而代之 成为邵逸夫最信任的人 但是周文怀逃了之后 老谋深算的陆叔 竟然重新重召 会在台湾的李汉祥 无疑是对张浅一盘冷水 照头淋 以李制张的容易 非常明确 1971年 地位已经是平起平坐的 张浅和李汉祥 再次成为同事 恩怨仍然继续 张浅和李汉祥 不但理念有冲突 在片筹 漂浮 演员 影棚方面 同样角力较量 张浅和李汉祥 是一个霸裁 但必在太有计算 而李汉祥对张浅也不卖仗 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 对张浅徒弟李修盈的回忆 在70年代的邵逝 视片间只有两个 一个是邵逸夫专用的 一个就是一般导演看视片 如果张浅看片的时候 李汉祥在这里 肯定会发热 一定会吵 李汉祥也会骂 这里看什么 我昨天就说好我要看视片 1974年 张浅的地位有下滑之势 打算东山再起 于是他就带着一群徒弟 远赴台湾创立长弓 但由于经营不善 第二年就宣告失败 张浅再次回到邵逝影棚 继续和李汉祥做同事 相对日常事务的冲突 李汉祥和张浅 在文化方面的冲突更加精彩 一阴一阳 艺术和商业碰撞 经历相似 声声相识 光着推动香港电影发展 李汉祥与张浅稍后继续 李汉祝 虽然张浅和李汉祥的风格是截然不同 性格也很不同 但将两个人的经历和作品来做一个比较 也都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 第一 有张浅李汉祥 都是擅长脱衫的说法 在当时的邵逝影城 两位大导演各占据几个片场来拍戏 不同之处 就是一个拍阳光惨烈的男性动作电影 另一个拍风月香烟的女性影片 不过相同的是 张浅镜头之下的男人 和李汉祥影片里的女人 都是要脱衫 展示健美和娇眉的身材 第二 张浅和李汉祥对中国古典文学都有研究 只是李道盛起金平梅、洪流梦 而张道就辟好水虎转三国演义西游记 两个人都曾经分别将这些作品搬上银幕 尤其是晚年 竟然不惜再重拍一次 由此可见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对两位大师影响极深 重返邵氏的1972年到1983年之间 李汉祥总共执道了三十多部的电影 其中《风月》片佔了二十多部 但令到后世惊叹的只是得 《倾国倾城》、《迎台一血》 《金玉良缘》、《红流梦》、《寥寥几部》 而《大军伐》、《金平商业》都偶有提及 而对于李汉祥在邵氏拍的大量风月片和喜剧片 连李汉祥本人都承认 我拍的那些喜剧片、风月片 完全是为了赚钱 只有帮老板赚够钱 才有机会拍自己喜欢的电影 也就是《清宫片》、《倾国倾城》和《迎台一血》 张哲电影拍摄速度之快 数量之多更加令人惊叹 从1967年到1975年 不足十年之间 张哲导演了包括《金宴子》、《独地刀王》、《铁手无情》、《报仇》、《十三太普》、《马永禁》、《刺马》等等五十部影片 李汉祥对于彩色大银幕、大场面、恭维、战争、五鹤三、出育、服装、报警的考究、精益求精 不惜一泽千金 杨贵妃得一场日本的爱情 就用了六十万港币 但是张哲的古装片里面 造型、服装、道具 传凭导演的感觉 从来不会口证 张哲极少淫风弄月、仪女思情 他擅长描写男人的阳光情怀 和惨烈的悲剧 赦叶夫奇亚两大导演 风格一阴一阳 一个重视艺术 一个重视商业 一个徽金元老 一个折约成本 虽然勾心斗角 但就互相制衡 为邵氏在香港影坛的霸主地位 保价互合 两个对照鲜明的人 从内地辰转来到香港 从无名小卒到电影大师 从邵氏盛名到出走台湾 再从台湾重返邵氏 从晚年离开邵氏去到内地拍片 从内地一声惊雷到票房惨淡 最后日落西山 李汗祥和张哲的经历极为相似 1982年李汗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 和内地合拍了清风剑 《火烧玄明园》 和《碎玄清精》 之后李汗祥又和内地合拍了火龙 西太后八旗子弟等等的影片 直至到九十年代 李汗祥虽然已经年过六十 但就不认老 再次开拍风月片 但可惜这个时候的李汗祥 已经不服当年用 收到的几部风月片 虽然布景服装道具 依然是巧够精美 但就因为创作心态老化 得不到观众的纯清 1996年李汗祥开始涉足电视剧的领域 但是大型历史古装传奇 火烧阿房工拍摄期间 他就因为劳累过度离世 和李汗祥的经历一模一样 在1985年 张哲应邀北上拍片 首部大上海1937 飘防大卖轰动内地 但第二部过江 就得不到内地资金和发行赞助 结果和一般内地的小制作模拟 张哲最终只是分得四万人民币 输到一塌糊涂 晚年的张哲无疑无虑 驼背挽腰 致死就还住在邵氏的片祥公园 半世骁雄 妻然离世 中观李汗祥和张哲的一生 可谓大喜的 这些东西 公园在小康 在小康 发生了欣赏 权中文字幕 在小康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